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好 好 台南市黃偉哲市長 我們 守廟天壇 許董事長 莊前董事長 各位董監事 郭國文委員以及 台南市議會 奈美會前議長 各位議員 各位里長 各位鄉親 各位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好 我 登據 黨內總統初選 之後 第一個公開的行程 從台南的守廟天壇 開始 初選已經結束 那我也前來 守廟天壇叩謝神恩 感謝 淨雪活動 一切平安 在今天的記者會裡面 我要衷心感謝 自從我登記 參加民進黨內總統初選以來 來自全國各地 不管是我遭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舉辦 何種競選活動 或者是前往任何一個地方 一路上 幫助我 鼓勵我 支持我一路相挺的所有的人 你們 你們每一份支持的力量 就是我前進 也是我堅持到最後 最重要的關鍵的動力來源 我很珍惜 一個個 鼓勵我的眼神 一次又一次 溫暖的握手 還有一句 又一句 激勵士氣的加油的聲音 我終身難忘 我用一鞠躬 感謝大家 對我的支持 最後 為能達成所託 帶領大家 打一場守護台灣的選戰 我也深感抱歉 不過 歷史 中將清楚記載 在台灣局勢選軍 民進黨最困頓的時候 我們 並沒有退縮 我們勇敢承擔 我們基於對土地的使命 我們打了一場漂亮的選戰 同時 我們也一心 也建立了民主的新業 同時我們也成功的激勵的 民進黨的士氣 對未來總統跟立法委員的選舉 做出了最具體的貢獻 大家說對不對 對 目前香港的局勢 日趨險峻 有一百多萬的香港人走上街頭 香港政府已經定位為 是一個暴力的活動 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 也叫人民解放軍準備好 在台灣大敵當前的時候 民進黨的初選 也應該要畫下句點 該是大家 團結 打贏明年選戰 守護台灣的時候了 因此我剛剛 親自致電給 民進黨黨主席 佐龍泰先生 表達接受初選的決定 同時 也會履行承諾 支持民進黨的 所提名的候選人 全黨務必團結一致 支持蔡英文總統 競選連任 隨後 我也親自致電給蔡英文總統 表達相同的決定 也勉勵蔡英文總統 一定要加油 一定要 我們看見這是賴清德出面 表達他的想法 先一局攻 感謝支持者一路相挺 他也說呢 他在知道結果之後 打了兩通電話 第一通是給卓榮泰 第二通是打給了蔡總統 他表達支持蔡英文 同時也希望全黨能夠團結 我們看見這是目前 他所發表的最新的談話